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欢子 这里是湖南永新龙王岭 在每年的三四月份金银花就开了 我们今天来摘一点金银花 回去晒干可以喝茶喝的 这南方野生的金银花很常见 特别是农村 它开了花之后特别香 这边还有个蜜蜂 哎呀 被抓到了 这个针扎进去了 刚摘的时候刚有个蜜蜂在采蜜 这个针扎在手里面好痛 拔出来现在已经晚了 它那个毒已经注射到手里面了 现在要注意一点 这个金银花可以拿回去牵插的 比如说很多人特别喜欢金银花 然后呢 又不可能把整颗都挖回去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竖子这里剪掉 30公分就可以了 到这个位置 因为剪掉之后我们就插到土里了 它到时候会生根 它这个和那个葡萄是差不多的 也是牵藤 一下子就会长出来很多 可以牵插很多核 我家里面也种了这个金银花 放到那个房子的旁边 一走出房子门口 就门到那也下味了 这些晒干 就可以泡茶喝了 在那这么多可以了 现在回去把它晒干 这里还有一个层子 我们把它夹过来就行了 水分应该不是很重处 太小了 满天 满山遍野 全部是冰当层 今天下雨了 出太阳的时候就晒干 把这个叶子剪 干的金银花野生的 可以卖到三百块钱一千 自己种植的那种 是卖了一半 这么多晒干之后 估计只有一点二两 喝这个金银花茶 现在就涂得更小 开始那个手 就那个蜜蜂做的时候 现在手整起来 大家平时喜不喜欢 喝这种金银花的茶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